大家都说我找对象要求太高了 那我今天就把我的要求放出来 大家来评评你 说说看 我这个要求高吗 本人35 身高159 体重98 目前没工作 诚心找对象 本人不抽烟 不喝酒 不打牌 性格好 对感情专一 缺点 不爱做家务 爱睡懒觉 像我这样的身高体重 也算是娇小玲珑的 目前没工作这点 我觉得更有利于我找对象 也有利于相处 培养感情 我有足够的时间陪你 而且我不抽烟 不喝酒 不打牌 没有这些不良嗜好 就一点点爱好 就是爱美 我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出去你不也有面子吗 我对感情专一 只要你对我好 我就眼里心里 只有你一个人 别人那里我看都不会看一眼 现寻求 30至40岁 有车 有房 无贷款 车子不低于50万 房子不低于300万 身高175以上 年薪 70万家 无孩儿的优先考虑 脾气好 宠我 爱我的 无不良嗜好 不去娱乐场所 南方如果优秀 孩子也可以考虑 南方最好独生子 可以接受 妻子婚后不工作的 每月给妻子 个人消费 不低于3万的 那你们看看 像我自己自身的 这个条件 找个这种要求的 并不高吧 我单身无婚时 我对一心的婚事 都没有要求了 这个有几个人能接受 而且我对对方的 经济要求 也没有特别高 你们大家说说看 是不是这样的 根据这位女生的字数 她列出了自己 对理想对象的要求 她描述了自己的身高 体重 没有工作等 基本情况 并强调自己的好性格 专一对待感情 以及爱美的一面 每个人对于 理想对象的要求 都会有所不同 这是个人的选择权 这位女生的要求 可以看出 她的要求相对较高 尤其是在 经济条件方面的 要求相当具体 这样的要求 可能会限制 她的选择范围 因为符合 这些条件的人 可能比较少 对于这位女生的 择偶标准 你有什么意见和看法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